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订案 只是回首过去唯秘大秀 2001年首次在电视播出 当时收看人数有1200万人 但十几年过去 去年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时 只剩下330万人 这种风格表演没有实现 没有 这种感觉舒服吗 没有 不只收持人口急速下滑 超模穿着性感内在美走伸展台 也被抨击带有性别歧视意味 而且华美设计根本不符合现实 但也就因为这样的梦幻风格 一手恐红不少A咖天使 我的天啊 看这个美丽 我的天啊 这是我穿着的 不管是田杰尔米兰达科尔 帅气的吉塞尔邦臣 总是背着精灵翅膀的 贝哈蒂普林斯路 还是新生代的吉吉哈蒂德 以及坎达尔真纳 甚至在2017年移时上海 找来东方美的刘文和西梦瑶 亮眼气质搭配搅好身材 接连一耀成为超人气的 唯秘天使 随着电视转播收摊 新平台将创造什么样的新天使 如何重新找回观众 令人期待 番地新闻 黄琼慧报道